曝光納斯盧拉為體細節 老天爺被當頭一棒,這是嚴重警告 拜登將赴北卡州視察災情 十一場假首日,內蒙古重大連環斜禍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觀察,我是麗文 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三 下面是詳細內容 近日,在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 貝魯特南部展開密集空雜事 黎巴嫩武裝組織真駐黨首領納斯盧卡喪生 以色列電視台第12頻道報導 納斯盧卡藏身地下碉堡,遭到轟炸時毒氣窒息死亡 據報導,納斯盧拉的屍首於9月29日 從被炸毀的地下碉堡的洞口拖出 發現圍體完整,並無明顯外傷 官員研判重達80公噸 都以穿透碉堡的炸彈投下之後 納斯盧拉瞬間,被埋在瓦力堆底下 碉堡遭受轟炸時 瀰漫煙霧和爆炸物 64歲的納斯盧拉吸入毒氣 在極度痛苦之下弊命 不過,也有醫療人員和衛生官員 對路透說,納斯盧拉應該是受到爆炸衝擊而死亡 真主黨高層對於納斯盧拉死亡細節 三監其口 納斯盧拉為體已被送往附近的醫院 事發之前,以色列情報機關追蹤到納斯盧拉 海西姆表示,要為納斯盧拉復仇 前任美國陸軍爆裂軍械資深技師 巴爾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訪問時說 從以軍28日公佈空襲行動 影片畫片研判 以色列使用了美國製造 重達2000磅的炸彈 來攻擊納斯盧拉 巴爾說,以色列戰鬥機攜帶最少15枚炸彈 包括美製穿透型炸彈 Blu-109 炸彈將有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JDAM 會被能把無導航功能的炸彈轉變為 具有精準攻擊的能力 巴爾自出 影片顯示一架正在起飛的戰鬥機 攜帶最少4枚有 JDAM裝置的Blu-109炸彈 CNN對地理定位影像發現 貝魯特郊外達興爺被炸出粒洞 中共設權75週年 11國殤期間 山西大同 內蒙古等地得與其來的暴雪 尤其是在攻入秋時節 被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理念下 天象的異常 往往被視為人間羨慕的反映和預兆 結合當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局勢 這種異常天象引發了廣泛的聯想和反思 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天人合一 認為天象、地勢和人的行為息息相關 天道反映了人間的正邪、善惡 尤其是天象二常識 統治者往往將其視為 天對得幸不足或治理失誤的警告 在如此重要的國慶時刻 得與其來的暴雪 是否象徵著天意 對中共當局的某種警示 值得深思 10月1日這一天 山西大同市和河北、張家口等地 卻得與其來地遭遇了暴雪 這場大雪不僅被外地遊客 也被當地居民帶來了極大的不變 網傳影片顯示 我無大雪,伴隨狂風而來 許多遊客絕不及防 紛紛抱怨快凍死了 有市民表示 短短十分鐘內 晴空萬里的天空突然變成了漫天大雪 這種極端變化 令民眾束手不及 還有網民指出 在十一假期之前 陝西、天津、賀林等地 都傳出落雪的消息 但這些資訊隨後被官方闢謠 稱為虛假影片 官方對天象如此敏感和快速的反應 也引發了更多的猜測 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看 天象異常往往是人間失德的反應 古代帝王對天象的變化極為敏感 認為天象變化是對統治者治理的評價和提醒 因此 暴雪這一異常天象 被解讀為天意 對中共治理失誤的警告 古人相信 天象異常 往往是重大社會動盪的前兆 在當下的中國 社會矛盾 逐漸積累 經濟壓力加大 民眾不滿的情緒 日益強烈 這些都為社會不安定 賣下了人患 在天人合一的自學框架下 暴雪這一天象異常似乎在暗示 當前的中國社會和政治局勢正在失控 天道正向人類發出警告 暴雪亦象徵著天和地之間平衡被打破 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 強調陰陽調和 而暴雪的出現正是陰氣過盛的表現 這不僅是天氣異常 也是對當前中國社會 和政治結構失行的隱喻 天人合一的自學 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讀 國殤期間暴雪現象的獨特視覺 在這一自學框架下 天象異常不僅是自然現象的變化 更是人類行為的反映 中共設權75週年之際 暴雪象徵著中國社會的失行 和危機 面對天道警示 統治者如果不進行反思和調整 未來社會動盪可能 難以避免 俱豐凱論近期重創美國東南部 截至9月30日 北卡約有大約600日失聯 其中部分人可能已經喪生 近3分之1的尼難者 發生在北卡州 阿澤維爾市的周邊地區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他計劃在本週三 10月2日前往北卡首載地區 之後還將到訪喬治亞州 和佛羅里達州 拜登9月30日 告訴媒體 他計劃與北卡州長 羅伊·富柏 和聯邦緊急管理局局長 迪安娜 克里斯維爾進行簡報後 前往北卡來納州 他會在不佔用救援資源的情況下 盡快進入陷災 他說 如果總統太早前往災區訪問 可能會造成東地混亂 同時拜登也在社交媒體平台 盡時尚表示 他將參加北卡來納州的簡報會 並乘坐直升機對阿澤維爾市進行空中巡視 他還提到會盡快前往喬治亞州 和佛羅里達州進行視察 拜登表示 他可能會要求國會 在11月之前回到華盛頓 以增加救災撥款 援助受影響的家庭和企業 不過 美國媒體NBC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國會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 提前復會處理額外的資金需求 國會過去因緊急情況 或者災難而縮短優惠時間的情況極為罕見 截至9月30日 海倫颶風已造成全美至少1805人死亡 北卡來納州官員表示 當地約有300條道路中斷 7,000多人申請 聯邦緊急援助 國民警衛隊正通過飛機和直升機 向偏遠地區運送1000噸食物和水 位於北卡來納州 夏洛特市西邊約100公里的小村莊 氣候科學家觀察到東地水位達到了 千年一遇的高度 官員表示 雖然他們對找到失聯者抱有希望 特別是東救援人員在更多地區進行搜救 並啟用緊急通訊服務之後 能夠找到很多失聯者 但他們亦預測死亡人數 可能會繼續增加 11場隔首日 內蒙古豬六經撞高速公路上 發生一起嚴重的連環車禍 造成12輛車傷撞 11輛車被燒毀 所行此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 根據內蒙古高速公路一支隊的通報 事故發生在早上7時58分 受到月期內的降雪影響 路面濕滑 一輛半掛貨車失控 橫在道路的中央 導致後方多輛小轎車接連上撞 並引發爆炸起火 現場情況極為混亂 火勢迅速蔓延 濃煙滾滾 車禍現場慘不忍睹 網傳影片顯示 爆炸的瞬間 及大火吞噬多輛汽車的畫面 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關注和討論 事故發生後 很多過路車輛被逼停下 不少人下車圍觀 並拍攝影片 現場氣氛緊張 在事故發生後不久 內蒙古烏拉特前期路段 又接連發生了三型追尾事故 其中一起事故中 有兩輛汽車再次發生爆炎 網友就事件表示擔心 有人回憶到 昨天我就在這條路上 帶著我的兒子回林河 目睹了所有的連環狀 希望大家都平安 另有網友表示 今天我從包頭回到前期 途中看到最少十起交通事故 走得心經膽戰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 再見